1.霍华德放弃500万美元与蓝网队买断 据华盛顿荣报记者Tim Long Times报道 德怀特霍华德在与蓝网队买断过程中放弃了500万美元 原合同中霍华德新赛期薪水将达到2380万美元 与蓝网队买断之后 霍华德与其台队达成一份两年价值1100万美元合同 黄峰队此前与蓝网队达成交易 将霍华德送至苹果城 幻德莫泽哥夫以及选秀玄 上赛季 霍华德场均16.6分12.5个篮板1.6个盖茂 2.由他爵士队官方宣布 抬掉前锋乔纳斯·杰雷布科 随后Voy跟进报道 杰雷布科将在成亲戚之后必须压蒙勇士队 如果杰雷布科在成亲戚内被认领 下赛季保证金额为420万美元 上赛季 杰雷布科场均5.8分3.3个篮板 3.据ESPNC9P McMan报道 达拉斯独行侠队预计后卫约及贝雷尔 将会接受价值290万美元资质报价 独行侠队将会耐心地利用440万空间特例 以及新资空间完成签约或者交易 并会利用其中较高的一个续约 诺维茨基 贝雷尔是一位落选秀 去年2月与球队签下两年152万美元合约 本赛季结束之后成为受限自由球员 如果他接受资质报价 明年将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上赛季 贝雷尔场均10.2分3点名格篮板 2.5次助攻 4.德克拉和马雷霆队官方宣布 与前锋斜拉米格兰特完成续约 根据此前报道 格兰特与雷霆队达成一份三年价值2700万美元合约 其中第三年拥有球员选项 上赛季 格兰特场均8.4分3.9个篮板0.7次助攻 5.德克斯德海尔特人队官方宣布 正式与中锋阿龙贝恩斯完成续约 根据此前的报道 贝恩斯与绿军达成了两年1100万美元新合约 其中第二年拥有球员选项 上赛季 贝恩斯闯军6.0分5.4个篮板1.1次助攻 6.修斯顿火箭队官方宣布 以13-14赛季最佳新秀麦克尔卡特威廉姆斯正式签约 据此前卧报道 麦卡威与火箭队达成一份比心合同 他的全能以及防守中化防的能力将很好的适合火箭 虽然生涯仅为25%的三分球命重力 没有为修斯顿带来太多进攻上的帮助 但是麦卡威将会成为哈登或者保罗下场时 一位可靠的替补控球后位 7.据ESPN报道 夏洛特黄蜂 芝加哥公牛以及奥兰多魔术达成了一次三方交易 提莫贝洛斯歌夫以及杰里安格兰特被送至魔术 比斯迈比友博被送至黄蜂 朱利安斯同则会加盟公牛 莫斯歌夫的合同还剩下两年3270万美元 这位俄罗斯中锋在最近的一笔交易中被篮网刚刚送到黄蜂 换来魔射霍华德 在上赛季代表篮网出场的31场比赛中 他在11.6分钟的时间里能够贡献4.2分和3.2个篮板 而与莫兹哥夫一同被送往魔术的25岁后卫格兰特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中场 均砍下生涯新高的8.4分4.6次助攻以及2.3个篮板 李永博下赛季的合同为1700万美元 他还拥有2019-20赛季下值1700万美元的球员审相 这位刚过去中锋在两年前与魔术签下一份大合同 但却难以打出声下 在上赛季场均20.2分钟的时间里 仅能贡献5.8分6.3个篮板以及1.1次封盖 再结束